接下来我们在面包板上连接这个逻辑计算器的电路 从电路图上看 它由一支七段数码管直接和单片机的P0口相连 然后在P1口上连接了两个按钮开关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先连接七段数码管的部分 我们可以使用另一块面包板 把单片机的P0口也就是管脚33到管脚39引到第二块面包板上以方便连接 好我们先把管脚33到管脚39用比如说这个灰色的跳线给引到另一块面包板上 好现在就连接的是管脚39 接下来可以连接管脚38插到刚才的管脚39的旁边 然后是管脚37 并排的连接在管脚38的旁边 管脚36插在刚才管脚的旁边 管脚35 好插好了 然后是管脚34 好246 7 好我们可以从电路图上看 管脚33也就是这个 33343536373839 33到39都从原来的单片机脆减系统上引到了这块面包板上 然后我们拿来七段数码管 注意前面在C131.92A七段数码管的视频里呢 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一种七段数码管的管脚排布 我们正对的这个七段数码管 它的管脚呢 依次为A这个是A 然后是B C DP是小数点 然后是数码管的供阳级 在另一侧呢 这个管脚是供阳级 其次是F G E D 好我们把这个回顾一下之后 就可以方便连接 好从电路图上看 七段数码管 它的亮段控制端 通过一个线流电阻呢 和单片机的一个IO口相连 所以我们可以在七段数码管 和单片机的IO口之间使用线流电阻 比如我们要连接单片机的管脚39 和七段数码管的A端 可以使用一个电阻 把这个管脚39给串联进去 然后使用一个跳线 把管脚39引到七段数码管的A端 也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呢 把七段数码管这么插进去 这样看 这是A端和跳线 经过线流电阻进入单片机的管脚39 没有问题 管脚38也一样 它有一个线流电阻 连接到七段数码管的B端 也使用一个跳线 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了单片机的管脚38上 然后单片机的管脚37要和亮段C端相连 也是使用一个电阻把管脚37给跨出来 像这样连接一个电阻 同样使用一个跳线 把C端呢 和这个线流电阻连接在一起 这样C端就连接好了 管脚36和D端相连 36D端在这 所以呢 要和管脚36相连 我们可以使用电阻 把它连接一下 使得它先进行一下线流 再和36连接 可以使用跳线 可以使用跳线 把36引出来 然后再给它折回去 使用跳线 让它和线流电阻相连 像这样 好 单片机的管脚36 经过这个跳线 则折回去 通过线流电阻 进入到七段数码管的D端 单片机的管脚35和E端相连 我们还是使用一个电阻 把七段数码管的E端引出来 然后呢 用一个跳线 把单片机的管脚36 引出来 像这样 然后用跳线 把它再折回去 好 我们就连接好了管脚35和E端 接下来是管脚34和F端 34和F端 F端 在七段数码管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电阻 把它先引出来 然后把它和管脚34相连 好像这样 这是管脚34 经过一个跳线 到达电阻这 电阻呢 再连接到七段数码管的F端 最后连接的是七段数码管的G端 G端 也使用一个线流电阻 把它给引出来 我们注意 把引出来的位置 确保上没有其他的跳线或元器件 然后再使用一个跳线 把它和单片机的管脚33相连 像这样 好 我们看 单片机的管脚33 通过这个跳线 然后呢 到达这个电阻 再进入到七段数码管的G端 也就把七段数码管 七个亮段控制端连接好了 最后需要连接的是 七段数码管的贡阳端 这个管脚 右下角的这个管脚 可以作为贡阳端 所以呢 使用一个跳线 把它和上面这排排孔连接一下 这样七段数码管就贡上电了 当然我们要把这两块面包板的电源呢 电源正呢 给连接在一起 可以使用一个跳线 把这两块面包板的电源连接在一起 比如是这样子 就可以连接上了 到这里呢 我们就把七段数码管的部分连接完成了 接下来连接两个比较容易的部分 也就是两支按钮开关 S1和S2 它们分别和单片机的管脚1和管脚2相连 我们可以把单片机的管脚1和管脚2给引出来 单片机的管脚1和管脚2在底下的这个位置 可以使用跳线 把单片机的管脚2 比如说 把管脚2引出来 然后呢 我们想利用上面的这个面包板的空白的区域进行连接 所以找来一个跳线 把管脚2从底下直接跨到上面的这个面包板上来 好像这样子就完成了管脚2的引出 然后我们看电路图 管脚2上有一个按钮开关 这是我们要使用的按钮开关 注意使用的是平行的这两个管脚 所以像这样子 把这个按钮开关插到面包板的两侧 然后按钮或者放到这边 这边可能更方便一些 放到这边 按钮开关的另一侧接地 我们假设使用的下面的这一排排孔作为地线 所以把按钮开关的另一端接地 像这样 然后按钮开关和单片机管脚2的公共端接上高电瓶 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接上高电瓶 所以我们拿来一个上拉电阻4.7K或者10K的都可以 插到这 然后让它和单片机的管脚2相连 使用跳线 把它和单片机的管脚2相连 然后再用一个短路在两个相连排孔之间的跳线 把它给连接进去 像这样 好 我们看单片机的管脚2通过这个跳线 再通过另一根引到了开关上 然后呢 这个位置上又有一个上拉电阻连接到电源正上 好 就完成了一个按钮开关的连接 另一个按钮开关和单片机的管脚1相连 所以同样的我们使用一个跳线 把单片机的管脚1给引到面包板上 引到上面那块面包板上 比如一个跳线 先引出到这里 然后呢 再用一个比较长的跳线 直接跨到上面的这个面包板上 像这样 然后连接在比如说这个位置吧 我们看 这样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找来另一个按钮开关 还是使用平行的这两个管脚 作为连接入电路的管脚 然后把它放这 然后开关的另一侧接地 使用跳线 把它和面包板的地线相连 也就是上面这块面包板的 下面这一排公共排孔接地 像这样就连接好了这个地线 然后开关的另一侧也是由一个上拉电阻 进行上拉 所以连接一下上拉电阻 然后让它和开关与单片机的公共端连接在一起 像这样 就连接好了这个上拉电阻 然后再使用一个短路两个相邻 排孔的跳线 好 这样两个开关和单片机就连接好了 最后还有把上面这一排公共排孔的地线 和下面这一排 和下面这块面包板的 地线 排孔连接在一起 像这样 这样 我们看这样 这样子这个下面这一排面包板 下面这块面包板的地线 和上面这块面包板地线 也就连接好了 好 到这里呢 这个逻辑计算器的电路就连接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